《樓市焦點》 繼續回來這部份就是《樓市焦點》 這部份只不然也要看看施政報告公佈後 對房產市場有什麼影響 請來這位嘉賓 就是嘉華營銷及市場策劃總監 香港地產的溫偉明和你見面 Hello 你好 Tony 你好 其實施政報告剛剛公佈了 特首在房地產和土地上的政策著墨不少 是否符合業界方面的期望 其實我相信也符合到 坦白說辣椒已經走了十幾年 2010年開始有所謂SSD特別印花稅 接著2012年就有買家印花稅 2013年就是重稅 已經走了十幾年 其實這十幾年裡高高低低 市場變化了很多 當然當時也有聲音說 可能需求都不同了 會不會政府撤辣 一直都沒有去做到 直到今屆政府 我發覺原來真的聆聽市場的聲音 看到以前我們因為供應不足 唯有控制需求 做一些辣稅的措施 今天他看到需求真的跌了很多 還有供應其實今天也很充足 我聽施政局聽完 我都覺得好像充滿希望 有幾千萬土地儲備 又可以提供幾多公民房屋 聽起來都安心了很多 沒錯 每件事都有 計劃都比較清晰 變成了他聆聽完之後 他真的去撤 部分來講減低了辣稅 其實某程度上 某些我覺得已經是叫撤 譬如優才這樣 他來香港買樓以往 他真的要給30%稅 縱使之前他們有一個政策 就說可以退 但是效果也不太好 但今天你只是交香港人稅 總之你在九年內 要成為香港 成為永久居民就可以了 我覺得OK 某程度上 實際情況是存設的 不是啊 我還覺得有一個細節 其實政府真的很認真地為專才想 其實是七年拿這個身份證 他多給兩年 慢慢考慮 先交 沒錯 既然我們那個叫做鮮面喉精 是啊 鮮面喉精這個方法都非常好 其實我們業界 包括小弟都有倡議 鮮面喉精 他真的聆聽我們的看法 另外就是買第二套房 其實由15%減到7.5% 其實那個幅度都相當大 好像有些比以前更優惠 以前4.25%再加多一份 就變了8.5% 現在第二套稅 好像只有7.5% 就最高司令 沒錯 其實那個 沒錯 都是7.5% 所以那時候 剛剛推出那個 所謂的壓制 香港人買第二套房的政策 是double stamp 如果你的最高稅率是4.25% 即是變了8.5% 變了這裡 其實我覺得政府 某程度上都叫大刀闊庫 去處理這個納稅 所以其實對於市場來說 都是一個很正面的訊息 當然 我經常都這樣說 房地產只不過是一個副產品 當香港的經濟好 人們有錢 無論買衣服 都可能會貴一些 買橙也會貴一些 因為為什麼呢 花錢也疏鬆 因為始終你讀Land economic 有個叫beat rent theory 什麼叫beat rent theory 越繁盛的地方 就會越吸引了高端人才 包括他有技術 有錢 有能力的人 他會來到這裡工作就業 還有投資和居住 那裡的物價當然會高 所以房地產是一個副產品 我覺得減辣椒只不過 某些政策改變了 是有些正面的因素 但是始終來講 香港都是要搞好經濟 重拾升軌 升軌 升軌是不怕的 我們其實經常去旅遊 都是選一個繁城 貴重點 漂亮點 就是花得錢的地方去旅遊 難道我們去一些 沒有東西看的地方嗎 是的 你說旅遊就是正正 過往幾年 人們都說 香港沒有什麼新建設 吸引不了人來看 很多人就走回內地去旅行 去玩 其實大家拭目以待 你看到 最近我們看到啟德 ASI開了 都人頭湧湧 這個新場 是熱點 我本來是去那裡吃午餐 我現在都不敢去 因為牌猜長龍 之前你看到維芳 大圍的商場也擠滿人 其實陸陸續續 香港的基建 或者一些社區設施 新的社區設施 慢慢走出來 你看到啟德體育園又來 它本身也有70萬呎 商業零售加飲食的東西 其實總總加起來 甚至乎我們有所救病的 就是郵輪碼頭 我相信慢慢政府會做好它 你看到特首 自己親自率領人 回大陸看一看 內地看一看 這個所謂環保綠色 集體運輸交通工具 看完回來 真的拿回來 你見到它在施政報告 也有說到 這個雲巴 這個智軌 他們會引進來 在啟德區東九龍 或者新界 紅水橋 夏川 你看到 我們特首真的走得很前 他走得很前之餘 他不只是用回香港的資源 他懂得利用我們自己國家的資源 去引進來香港 我覺得前途一片光明 Toni 我又這樣說 好像這次的政府 這一屆政府 他們很強調KPI的成果 原來速度真的快了 比起以前 不用說我們慢慢討論一下 有結果為目標 好像沒有 不需要那麼多 就是我們速度快了很多 沒錯 其實應該這樣說 當然我們在商界很多事情 老闆一說我們馬上做 但始終運行政府的時間 很多人都說 KPI你給他一個時間 他要落實時間 但我想特首本身自己 都是公務員出身 他很明白政府的制度 所以他都要用時間去瞭解 我看到其實一步一步 事情開始出來了 我覺得 接下來幾年後 香港應該是換言一身的 我覺得很快 很快 其實是比起以前 沒有那麼快 一說一說 哎呀不行的 哎呀我們考慮 現在就是 起碼他都要答應 我們馬上研究 所以有很多政策 研究推動了 很多政策 他真的聽 我感覺上 他真的去聽業界的訴求 和上一屆政府 真的有明顯的分別 他處事的方式 雖然他收得很近 政府收得很近 那些事情放在 我們未必會知道 他們在做什麼 但是其實旁敲側擊 或者見到很多官員下來 和一些人去溝通 一些所謂的居民大會 那你明白政府也在聆聽著 尤其是李家超特首 他真的自己身體力行 他自己到訪東南亞地區 去看不同的事情 我相信他是會吸納到一些東西 回來香港 我覺得最好的是聽 以前一向都聽 不過問題聽完之後 回來的回應是比較快的 這件事 還有還要訂立了一個 各個KPI的目標 各個部門 也有些已經有成效 這個推動上 感覺上快了 而且也成立了很多 不同的工作室 小組方面 大大話話 這個政務局有24個 各個範疇都有 當然 比如地產方面 特別是我們說 接下來的土地供應的情況 政府都說 接下來的北大都會 都是一個未來的土地供應的重點 怎樣看這個土地供應的情況 我自己看 不會有原念的 政府有個決心 在北都也好 明日大嶼也好 製造土地 當然 這個時間是 要一段 頗長的時間 我相信才能做出來 但怎樣都好 他決心和實際的落實 去做事都會看到 尤其是北都 始終我們經常說 路通財通 今天他再加上兩鐵一路 我想這件事 都會令到整個北都更加繁盛 我覺得 其實當一些東西 一上馬 速度會快 速度會快 但是 反而反過來 我很期待 不是在看造地 因為造地 他們已經有個所謂藍圖 有個程序 反而我在看 政府真的有什麼經濟的政策 去吸引到外資重返香港 見到報紙也有提及到 英美的公司 路逐逐有部分都撤離香港 但是我經常覺得 像一時比一時 當世界正在變的時候 又要回來 是不是一定要英美公司 是否要英美 我自己看 是否要歐美 甚至乎 現在我們經常倡議 一帶一路 加上東盟 其實香港的角色 可不可以作為 我們國家的橋頭堡 跟他們聯繫 做多些生意 我覺得是可以的 有 Tony 我們現在有中東資金 我們之前也說過 我們有中東的航空公司 來香港這裡 做一個體驗館 已經是很誠意 我覺得這件事 已經被人看到 所以我覺得經濟轉型 都是重中之重 尤其是北都 我們要做科技產業方面 我們怎樣吸引到 世界各地 尤其是內地的專才來到香港 我都拭目以待 因為始終來說 這是現實 歸現實 過往幾年 都走了二十幾萬人 尤其是 十四萬而已 你不要說大我們 不是 是二十幾萬 是嗎 是二十幾萬 如果你看回數字 如果是勞動人口 二十到三十九歲 是沒有了十八萬多 其實都是多的 當然 我們怎樣吸納人 這個我們要看 這個都要考功夫 還有你要看到 我們有什麼實實在做 有因可以吸引資金回來 人回來 還有怎樣增加我們的勞動力 所以你看到特首 在這份施政報局裡 都特別提到生育問題 這也是鼓勵人口結構方面 希望年輕化一些 在這個位置 我們先休息一會 繼續回來這部分 就是樓市焦點 這部分的嘉賓 就是加劃國際營銷及市場策劃 還加入香港地產的 溫慧明、通年一對 也是嘉賓主持 Sandy 劉英霖 休息之前 剛才也說了啟德方面 規劃發展 特別是知道 你們牽頭發展的啟德樓盤 在施政報局公佈前開架 當中參考了什麼因素 現在施政報局公佈之下 一如預期減了辣 那策略上面的部署有沒有不同 其實那策略部署一點都沒有不同 我們一向都用一個所謂貨如輪轉 就是這四個字 是呀 因為為什麼呢 其實老闆說 你積了貨在那裡 你都要賣了我才買麵粉回來再建 那你一定要先清掉貨 事實上都差不多是時候了 因為為什麼呢 譬如我們啟德那個項目 我們還有一年半的樓花期 都是適當的時間推出市場 其實就是剛剛遇到剛剛 我們覺得都是合適的時間推 坦白說 你說很多人問 為什麼你在施政報告之前 為什麼不先聽完 其實我自己認為 無論是施政報告 當時在想 無論是好消息 或者是不好的消息 或者是沒有什麼特別消息 都好 其實對於我們的推售步伐 都沒有什麼大影響 因為始終來說 買樓都是看回那些人的負擔能力 不過今天的負擔能力 不是純粹單憑看回他的袋子有多少錢 而是因為信心問題 其實那個所謂是信心的負擔能力 你看到很多人走上去買 到最後可能買一些貴的東西 因為其實他的資金 是比他的能力更多 什麼意思呢 他的信心資金 是的 因為他實際有的錢 是比他想買 信心買的數字 所以其實我們看回 尤其是二手成交 我們都傳播了很久 因為越少數據 我們就越難拿捏的市場 無論如何 我們都有所謂的分析 看完之後都覺得 我們都參考了二手成交 二手叫價 我們希望做一個價錢 都有競爭力 其實當中也都最痛苦的一環 就是我們考慮我們的成本 坦白說 今時今日推出來 我們都叫做不計成本 某程度上 某些單位都是虧本去推售 但是當我們要清貨的時候 我們都看回市場 就不再看自己的範疇那麼多 不可以一雙情願 不可以一雙情願 有時你都不能一雙情願 市場是這樣 我們都要貼回市場 即現階段是價還是價量 一定是價量 為什麼呢 就算我們自己的盤 都有2138貨 我們都希望先做一個量 還有 不只是說我們自己的盤 整個市場 其實都很講一個量 都要有量打敗 因為你想想 一至十月 全港一手的成交 只有8500宗 比起去年第五波疫情 一至十月 8700宗還要少 即是說什麼呢 其實我們某程度上 都復償了 我們某程度上 很多所謂經濟活動 都是回復 看回我們銀行存款 仍然保持在15萬億以上 即是說 為什麼那些人不買呢 其實其中一個因素 就是息口很貴 寧願擺錢 銀行收息 好過收租 所以我自己看 要慢慢重建市場 對於樓市的信心 那些人慢慢 一步一步 尤其是你也知道 現在都在倡議 就是說 香港或者全球的息口都見頂 是 夏年可能分幾次 減息 其實都可能是一個 good的證明 譬如我們有 十六七八個月的樓花期 變成那些人 其實都不需要 馬上付錢 去完結 變成他買樓花的時候 又可能 剛好這段時間 他可以照擺 定期去收息 同一時間 他可以看著樓市慢慢復甦 到時候 當我們交樓 去成交的時候 都是good timing 變成我們都在想的時候 其實有沒有施政報告 我們都是這樣推 時間都對 我照推 當然有人說 施政報告出來 都是一些利好消息 你會不會加價 我想老闆心裡有數 我當然有壓力 但我一定是先堅守 為什麼呢 我都是以量為先 先走了 整個市場 我想要先走了 慢慢消化一定的存貨 令市場走回正軌 所以有人說 有利好消息 會不會怕會推高樓市 我想你們放心 現在市場這麼多供應 暫時都不會有什麼大波動 還有接下來 政府如果這麼有決心做地 剛剛接軌到 如果地位一邊推出來 我想都會令樓市 維持在平衡的狀態 其實穩定是對的 你剛才說 第一人對樓市有信心 在我們前線接觸 其實買樓的人 其實不是對樓市有信心的 只要是大圍經濟好 即是要看經濟環境 那信心就夠了 也是的 那時候就要追價了 但如果大圍經濟不好 其實有些很便宜的 其實我們看 有些樓是虧本到不虧本 每個本都有虧本貨 但要啟動一些人去買 當然傑瑩最喜歡說的 量力而為 有些真的能力賣不到 像Tony所說 有些人基本上去買樓的時候 他的財力是可以負擔更高 但他都因為信心的問題 他買的時候很謹慎 所以形成了現在的氣氛會差些 剛才Tony不斷說 香港只要刺激好的經濟 最重要是搞好經濟 延伸到現在市場 最旺的點就是啟德 除了樓 不要經常說樓 其實啟德有其他東西 整個配套上 其實Tony 你覺得規劃上 你怎麼看 有什麼意見 其實我們裡面 我看到啟德非常多的設施 真是未正式用盡 例如這個例子 我們一直在用的海運碼頭 這個郵輪 其實只可以拍到一個5萬噸的郵輪 但是你知不知道 啟德 22萬噸可以拍到兩隻 其實你想想它很厲害 現在很善用 很明顯 我們一直輪著來 不是同期來 你想想海運只可以拍到5萬噸 但是啟德可以拍到兩隻 22萬噸的郵輪 22萬噸 一條船裡面最少坐4千至5千人 是啊 所以其實政府真的要優化現時的設施 當它現在說 如果要啟動綠色環保鐵路系統 我想整個啟德區都會旺起來 剛才提到體育園 另外整個海濱長廊 都會公園 所有的商業配套 很誇張 你知不知道 那裏商業配套 所有商業樓面 其實等於五個IFC complex 那麼大 不是一棟IFC 是整個IFC 一二 加酒店 加商場 五個那麼大 其實啟德區裡面的elements 是很多的 但是現階段 這麼多的供應 其實是不是真的吸納到 其實那個位置 不單單只是配合本地 即當區居民的 也不單單只是服侍整個香港 九龍新界的香港人 其實正正就是打造一個旅遊熱點 那香港就是 一直以旅遊 我們服務業 飲食 物流 金融 後面才是講地產的 是的 其實很慢的 我們是講旅遊 是的 因為地產是一些副產品 最重要就是 旅遊 服務業 飲食 金融 物流 這些都是我們的主業 OK 那當然又說 物流好像是一些 俗語說的 咕哩行業 絕對不是的 為什麼呢 香港是一個橋頭堡 很多貨物是經香港過 其實香港都是 當中 產生很多服務的行業出來的 所以其實現在你看看數據 它是慢慢改善 還有我們其實 那裏其實牽涉了很多不同的行業 不是只是面子 說真的 你會計師都多些 律師都多些 Shipping 那些很多的公司 是的 很多工序 公司裝修都要有工序 工人 很多東西其實會衍生出來 那當然我們都期望政府 能夠和大灣區各個城市 大家協調 就是大家在競爭之餘 都不會有個 所謂互搶的情況出來 那大家互相補足 互相有個協同效應 令到香港作為 我們中國其中一個最大的橋頭堡 那我們香港就有運客 其實這個都可見的 Tony 是不是有信心呢 你看到譬如我們的配備 我們整體 又加上你剛才說的 香港政府很積極的行為 你是不是看得到其實那個路軌 或者那個前進的步伐 其實有沒有信心呢 絕對有 其中一件事很重要很重要 就是香港正在走一國兩制 大家真的不要忘記 這個一國兩制我們一定要堅守 因為那個兩制底下 我們有一個獨特的法律系統 所謂獨特的意思 獨特於我們自己國家 我們國家正在走內地法 我們正在走普通法 是接軌國際的 另外我們的金融市場 是完全開放式的金融市場 那這兩件事呢 完全完全比起我們內地 其他的城市優勝 亦都有一個獨特性在 我們不要用優勝 是一個獨特性 因為他們沒有這件事 他們沒有這件事 就很靠我們 跟所謂其他世界各地的接軌 這就是我們獨特之處 是啊 其實我們很好利用這件事 其實經理這樣說 其實我們更加應該重視 這個一國兩制的優勢 沒錯 我們擁有的 中央一直都強調 你看到中央一直都強調 一國兩制 其實反過來 中央都很treasure 很重視很珍惜 香港有一個獨特的優勢 為什麼呢 始終來講 哪有國家是會有兩個制度 你想想它有多彈性 你要內地的制度 你就直接去內地做生意 投資 但你要一個西方式的制度 你就在香港 變成香港真的是一個獨特的位置 所以我們不要浪費這件事 我們應該堅守一國兩制 而中央也支持我們繼續行一國兩制 所以我們應該把它發揚光大 至於以前我們可能是著重於歐美市場 今天我們就放回東南亞的地方 亞太區 我們怎樣去做好它 當然我經常覺得有卸自然香 你做得好 其實歐美都會回來 都會回來 爬著做生意 其實很現實 看哪裏有生意就去哪裏 對 他自然會回來 所以我覺得 大家要堅守 是要捱一段時間的 但香港人有獅子山精神 我們就一起捱 坦白說 Wayne 我都很留意網上很多 有負評 有正面 坦白说 明白很多人内心认 都有些不开心的地方 但是我们不要紧 我觉得一步一步来 我们最重要是保持正能量 慢慢一步 上车的可以上车 做生意可以做大 生活的也可以生活得很好 全年流家走势如何预测 我觉得今年来说都会平稳 你看到这么多正面的东西走出来 所谓沉底 我都看到会沉底 但是你说会有上升的幅度 我觉得暂时未有助 因为始终货量都是多 去到夏年 我想夏年过完第一季之后 因为我想减息潮 可能过完第一季就会更加明朗 一开始减息 市场就可能会回来 无论经济活动或者楼市 各方面都会回来 我又不期望它减息 其实大家的云 我觉得是想 但是我觉得 即使平稳来说 其实只要等我们大家的经济 或者大家适应了这段时间 调节的 其实高息我们也试过 8厘也试过 7厘也试过 我们试过 只要每个阶段调节 我相信会好的 很长的低息环境我们也试过 因为我们当年 就没有说高息定期 但是我们当年记不记得 我们做过什么零存整库 是不是 一样是高息的 是不是 我不是记得 有 我听过这个 零存整库 我们每个月给旧钱银行 然后有五厘六厘 我们还要继续做一年 那时候是零存整库 97、98年 即是你扮年轻 我们还没存钱 这个因应自己的情况 入市都是看自己的财力 最重要经济好 就能够带动各行各业 今天多谢温吻明 多谢 多谢 多谢